国际焦点当然要带你来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了 川普即将重返白宫 接下来他有75天的时间来筹组新内阁 川普已经指派了亿万富豪霍华德担任政权交接主席 而川普的小儿子也会主导交接工作 不过美国未来四年其实不确定因素升高许多 因为包括了川普曾喊出要对中国课征高关税 还有乌俄战争他如何来解决 他的任何决定都会牵动世界局势 对比超级红州阿拉巴马大学生 在校园欢庆川普胜选 身为LGBT族群的贺锦丽支持者 感觉世界就快崩塌 其余挺贺的女性选民也弥漫哀伤氛围 更惊绝美国社会可能比想象保守 只是川普的支持者想法大不相同 许多人提及的关键字就是经济和停止战争 川粉们坚信只有川普能大刀阔斧拯救美国 川普选前做出的各种承诺当中 特别聚焦的就是边境议题 曾喊出上任后结束庇护城市 以及对人口贩运者最重求除死刑的口号 过去惹出的穆斯林禁令 也可能起死回生 至于经济上 国际社会密切紧盯的当然是川普的关税政策 中国大陆恐怕又要挫雷弹 只是这样的做法也被认为可能使消费者付出更大代价 并引发贸易战争 川普在经济上不怕引战 但真实社会的战场 他自认有办法在24小时内让俄乌停战 外界最担心他可能对乌克兰大砍军援 给俄罗斯喘息机会 不过回顾川普的第一任期 曾打破先例在2018年首度批准提供乌克兰 价值4700万美元的致命性武器援助 在早之前的欧巴马政府 只提供乌克兰非致命性的武器装备 因此实际队伍立场有待观察 至于也在打仗的以色列 川普停米态度明显 除了任内正式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2020也下令派出无人机 击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将军苏雷曼尼 伊朗旗下的代理人很难不担心 政治党新任领袖说 已经不期待用政治解决问题 哈马斯也发声明 要川普不要盲目停蚁 除此之外 美国对内的政治恶斗 恐怕越打越凶 因为川普也放话要找政敌算账 点名过拜登贺锦丽和佩洛西 还要解雇起诉他的检察官 不过对于四年前国会之乱的被告 川普可能下达特赦令 不按牌里出牌的川普争议多多 但开票出炉后 美国道琼指数周三收盘大涨1508点 同天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和特斯拉股价 也受惠飙涨上演庆祝行情 有新闻 中文报道 是的 川普胜选之后 特斯拉的股价飙涨了近15% 因为执行长马斯克 是川普胜选的大工程 不过其实川普跟马斯克 曾经闹过不和 因为马斯克曾说 川普是不适合当总统的人 但是因为两个人个性太像了 最后还是成为政治盟友 当年收购推特时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搬着大水缸 暗示大家他成功买下这间公司 如今这个大水缸 竟然跟着马斯克一起出现在 白宫总统办公室内 就是要让大家think it 想想看 这位科技狂人将会在美国权力中枢 掀起什么波澜 很难想象 现在称兄道弟的两人 过去一度互看不顺眼 互咬时可是毫不留情 但外媒分析 两人都有夸大成就 和喜欢发表煽动性言论的个性 也认为都被社会和政府压迫 双方现在各有所需 才让川普与马斯克 尽弃前嫌 决定政治结盟 川普说想派马斯克担任监督政府开支的绩效委员会顾问 这对未来川普的经济和科技政策有何影响 也引起各界热议 路透分析身为加密货币支持者的马斯克 有可能为了推动相关法案过关 放宽设置会计准则 让币圈业者不受限制发展 而担忧川普在发动美中贸易战 导致通膨又升温 专家认为可以观察马斯克是否能充当缓冲角色 因为有半数特斯拉电动车都是中国制造 为了避免伤害自己生意 马斯克得说服讨厌电动车的川普 美中商业合作可能得到好处 尽管川普扬言要腰斩 离岸风电产业 以及删除拜登的降低通膨法 拨给绿能的资金 但彭博研究显示 这笔资金有大半都给了共和党选区 以及电动车与电池制造业 马斯克也力挺零碳排能源 他有可能因此劝阻川普 最后包括马斯克在内 不少矽谷的川普支持者 都希望联邦政府减少对于AI 以及火箭等领域的监管 如果马斯克作为绩效委员会顾问 可能会提出放宽管制 进而削减政府预算 马斯克帮川普更多也是在帮自己 拓展商业帝国 因为他旗下的企业领域 都有望借由降低监管而获益 川普胜选 马斯克身价也水涨船高 马上飙升到2856亿美元 一天就大涨7.89% 然而钱变多了 麻烦也跟着来了 先前马斯克在摇摆中发起的 百万美金抽奖活动 被选民提告 中奖人选早已内定 马斯克律师坦诚不是随机抽奖 是根据谁最适合为川普理念代言 来选出赢家 因此这笔钱算酬劳 不违反选举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川普在选前不止一次指出 台湾偷走晶片产业 也不认同拜登政府寄出的晶片法案 补贴计划 强调上任之后要寄出高关税 让供应链移到美国来 这可能导致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出现新的模式 而专家分析 台积电拥有先进制程的技术 三星或者是英特尔暂时无法竞争 加上AI晶片需求强劲 对台积电的影响应该还不会太大 凌晨两点半 川普现身竞选派对现场 感谢支持者 高喊自己正写下历史 要带领美国进入黄金时代 力推保护主义 在半导体晶片上 川普态度很强硬 尤其针对拜登的晶片法案 认为不应该让外国公司进入美国 还使用政府基金 为了防堵申变 传出拜登政府晶片法案补助进度 与台积电和格罗芳德的协议谈判 已经完成 就等正式签约 将各自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补助 以及贷款 依照川普的关税政策 除了对中国大陆寄出超高关税 对于其他国家包含台湾 也预计提高课税 目的就是要让整串供应链 移到美国 实行美国制造愿景 最重要的目的 它是希望能够去美国制造 关税的方式去让大家 往美国去做这个生产的这个动作 那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理解到所有的供应链 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不只是中细 白基电子是半导体产业 台积电稳坐全球晶圆代工龙头 生产高达九成的先进制程半导体 包含苹果亚马逊 微软和Google等等科技巨头 都是台积电晶片客户 Intel跟三星在高阶晶片上 还没有办法跟台积电竞争 加上在AI晶片需求强劲 带动下专家分析 就算提高关税 对台积电的高阶晶片产品 影响不会太大 那以台积电来说 主要的客户是美系业者 那台积电因为先进制程 有极高的这个技术优势 所以有条件去透过提高 代工价格来转嫁成本 然后另一方面 像是三星联电 立即电 世界先进这些厂商 因为它缺乏完全的溢价能力 所以有可能会承受 比较大的获利压力 台湾跟美国在几十年来 有很好的伙伴关系 所以我想说 这个关系从大方向来看 会持续下去 不会因为选举的变更 而有任何的改变 关税问题 目前我们并没有接到 正式的通知 我们也不知道细节如何 但是我想说 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 能做的就是说 现在把我们做得更强 把我们做得更广 早在晶片法案前 2019年台积电就决定到 美国设厂 以目前亚利桑那州一厂 生产4奈米晶片 预计明年开始量产 二厂三厂会往3奈米 或是2奈米前进 依照台积电规划 最高阶晶片技术留在台湾 在美国投资次世代技术 不过就怕川普可能会要求 与台湾技术同步 川普的他的核心的理念 一直都是美国制造 那台积电现在所做的投资布局 其实也一直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目前他在美国要设三座厂 那就是说前面第一座 要在明年量产 三座厂可能在30年以前 要导入2奈米及以下的先进制程 所以基本上就是先进制程 往美国投资这件事情 台电是持续在做的 现在应该就要因应的是说 他手上除了修改法案之外 会不会有其他的政策要求 要求国外的公司 在有关键技术的这个过程里面 需要落地到美国 那另外就是他对于某一些关键技术的 进出口跟关税的条件限制 会不会影响 甚至引发另外一个层级的国际贸易大战 这个其实也需要特别去关注 台湾有保护科技产业技术相关法规 川普美国制造的想法 一旦强硬要求先进制程 以往美国恐怕半导体竞争 只得拉高层级国对国的谈判